說到了吧 大家好 我是第二十一屆學員黃美好 我現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幫我孫兒調整的經過 我孫兒九歲 我看他坐的姿勢也不太好 我懷疑跟他去看骨醫 他說他有脊椎彎斜 我說有什麼可以治療他 他說暫時來說沒有什麼方法幫到他 只是你可以每年去檢查一下 他說暫時來說就沒有什麼幫到他 後來我學了長生學之後 聽過這麼多師姐說這麼多事例 我也試試幫他調整 調整了幾個月左右 輪到他覆診了 他寫了紙給我去政府覆診 後來他照了S綱 他說沒事了 直了 我說這麼快 我真的猜不到 所以我很開心 這就是我的分享 多謝大家 多謝長生學 多謝會長 多謝老師 各位師兄師姐 好 麻煩 拜拜 thank you *** thank you 的 感谢观看